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噶玛巴语录 噶玛巴语录一 上师如佛 如经典中所形容的 佛为人中尊 在人当中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因此 我们要知道上师也是人 而且是书上的人 我们应该如此地思维 透过认知上师是具备好人的 特质 进而了解圆满的佛 所具备的因 即是一个完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的一生 只是在模仿他人 过着他人的日子 从未想过自身的价值与责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定了善的一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同仆人一般地去侍奉他 一个坚定目标的人 即是勇者 勇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由你的心所带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心太混乱了 无法平静下来 因此我们想要得到快乐 却总是得不到 我们以为快乐就是买一台新车 买一间复利堂皇的豪宅 或者找到一个伴侣结婚过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全都得到了 但也没有真正快乐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时候 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过患 还以为自己是修行人 其实你可能只是外表相似而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问问自己 我现在做的有意义吗 对的就保持并增长 不对的就立刻改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为一切如母友情而修行 无论我们个人生活或立重时 遇到任何苦难 都要接受面对 不然有些法师在寺院内 广文经论很有学问 或终生坐山洞里禅修 而时修不薄 但真正立重 遇到任何苦难时 却面对不了 又有何用呢 所以我们要以自己所居住的 经验与功德 来面对烦恼 且精情力重 是很重要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众生有多少 也极烦恼痛苦就有多少 我的奇愿也就有多少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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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的观看 所有人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这是二圣人做不到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